Target这个物件 知道说到底哪一栏有变动 所以这边的话 如果是第二栏 就B栏有变动的话 才会执行里面的逻辑 然后怎么知道哪一列 你可以用Target and row 所以这边的话 可能要多知道这个部分 如果说我今天B栏可以的话 其实D栏也可以 D栏的部分的话 就是Target and column 它如果等于4的话 那一样我自动动态的丢什么 丢到一栏里面 丢什么东西呢 丢我们两个相乘的结果 所以其实判断那个低栏部分 底下也可以把它再稍微加一下 直接把这个判断的部分的话 等于是说 其实甚至你可以直接干脆把这个原来 我的Ctrl C 原来程式可以把它直接复制之后 再到底下把它什么 Enter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来做一些修改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话 把它改成第四栏 然后这个地方丢的话 应该是丢到哪一个 其实就是直接可以看我们这边的公式 假如我今天输入的是第四栏 是低栏 然后确定它里面有输入之后的话 那我就丢什么 丢到一栏 丢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个公式 那一样我把这个公式把它复制一下 取消 那一样什么样丢到那个我们的公式后面这边 那我也是 只要你是丢公式的话 记得就是说里面如果有双引号的话 就要变成再补一个 所以这边不用取消 不用取代 再来的话 列 这边有一个 两个 三个 所以其实 这也是最容易做错的 你要把12 用这个来贴就可以了 实际上每一个地方都是透过Tag.Raw 所以你可以把它复制 然后直接 把看到12的地方把它贴上就可以了 其实 它等同是把一个完整的字串切开来 放一个哪一列的一个算是什么Tag.Raw的一个 类似一个变数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直接取得改变的那一列是哪一列 就会动态的去抓到到底你是哪一列去改变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去把那个我们需要的公式给产生 那再来的话呢 丢到哪一栏 这个地方当然你可以看到 我们是丢到E栏 所以本来是A栏的把它改了E 那只有一个动作 所以做完之后呢 当然你就可以直接在这边 假设我输入一个数量之后 它判断是第四栏 就会自动帮我把公式丢到那个一栏里面 OK 自动丢出来 然后把前面东西一相乘 就可以得到结果 好 那这边也是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 那这种做法的好处是 它可以不用预先 就先把那个公式先写在背后 那相对当然 你不会让档案变大 而且也不会说越跑越慢的问题发生 那这个部分的话做完之后 不过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们刚刚有做一个保护 在教育里面有个保护工作表 那如果说你会发现 假如说我刚刚没有保护 没有保护的情况下 其实丢公式是OK的 可是如果你现在 假如说我在有保护的情况下 你按Enter 你会发现它会出现一个错误 什么错误呢 它会跟你讲说 执行阶段错误什么104 不过它重点 各位以后看到这个错误 其实也不用紧张 最重要的是要看懂关键字 关键的地方 然后针对那个关键的地方去做程式的什么呢 除错 除错其实主要就是见招拆招 有的时候当然它提供给你的讯息不见得是正确 但这里还好 它宁可能需要输入密码 可是问题来了 我要怎么样输入密码 我要在哪里输入密码 它又没有一个地方让我输入密码 所以理论上我需要什么 其实大部分是这样 如果说你需要丢公司的时候 你可能需要什么 当你需要丢公司的时候 通常会需要在什么呢 在这个的上面 就是在丢公司的前面这边一行 你要先做一个什么呢 把那个工作表的保护取消 另外当然你把它丢完公司之后 再把那个保护再把它加上去 OK 不然的话你变成打开了 然后整个就被看到了 所以怎么办呢 有点像是你要手动到那个什么 那个教育里面去取消 取消完之后 再把它加上去 可是你不可能做这件事情 而你必须要在哪里呢 必须要在VBA里面做 所以记得在要改之前 怎么样 你前面一行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就是许词 哪一个许词呢 你现在活动的许词是 你现在的工作表 就是这边有一个物件名称叫Active Active指的是目前活动的什么许词 许词 一个单一个许词 哪一个许词呢 就是现在这个 应该不会有别的了 然后怎么样呢 它里面有一个方法 点什么 点下去之后的话 有一个叫取消宝物的话 它有一个方法叫Unprotect 所以你打一个Unprotect Unprotect 然后等于什么呢 后面加上你的密码 123 我是刚刚是1234 那你把它移开看一下 你会发现我全部都打小写 如果移开 第一个字会变大写的话 那理论上你的这个物件名称 跟Unprotect的方法应该是没打错 但是如果你移开之后 你发现 它那个字还是小写的话 那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可能有打错字 我们试一下 一开看看 有没有发现 你移开之后 它的A有没有 变大写了 U的话呢 也变大写 那表示呢 你刚刚打的这个公式是没错的 你可以借由这种方式去做什么 做一个等于是一个算除错的技巧吧 然后记得输入完之后的话呢 请你在它的下面一行呢 再把它怎么样 把它再保护回来 所以呢 把Unprotect Un把它拿掉 变成什么 Protect 然后呢 再加上1234 这一招还蛮管用的哦 OK 而且很多地方 我在很多书里面是看不到 有这样的说明 所以很多时候 即便Google 不见得你可以找到你要的答案 其实相当的简单啦 就是加密码 就是叫Protect 有没有 1234 这个做法就跟你在 那个什么教育里面呢 增加一个什么呢 保护工作表 这个动作是一样的 那取消的话呢 就是等同是什么 Unprotect OK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 这个问题 之前也蛮多同学在问的 因为他平常 就是会做一些保护 但是他VBA在程式run的时候 他发现会卡住 为什么 因为没办法写入 因为他保护了 没办法写入 所以怎么办呢 很简单 在他写入之前 先Unprotect 所以这个时候呢 程式不是卡在这里 你可以怎么样 把那个旁边的箭头往上拉 那其实VBA 在除错里面 这个是算非常棒的功能 为什么 可以让程式 可以倒车 跑过了 错了 怎么办 没关系 往上一拉 他可以让他卡住那一行往上 那我们可以配合F8 F8就是 可以执行这一行看看 有没有错 密码 123 怎么会跳这个密码出现 理论上应该我后面已经有加上密码了 有个问题 我打错了 应该什么呢 取消一下 应该是 但是这个地方不是用等号 是用什么 刮弧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把它当成是一个乘数式来输出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写法 应该是这样子写才对 一样要有那个双引号 OK 好 试一下 那如果应该这样如果没错的话 执行 F8 有没有就过了 OK 所以叙述的方法 不要等号 就是直接刮弧 按Protect OK 然后呢 这个时候可不可以写入呢 刚刚是会卡住 现在会不会卡住 按F8 你会慢慢过了 可以输出了 好 然后那再来的话 再Protect 再保护起来 所以现在的情况下 你可以看到里面的公式 有没有 那边变更也可以变更 可是呢 你如果再加这一行直接F8 你会发现哦 他马上又把它保护起来了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Protect 跟那个Protect 还蛮好用的 可以让你怎么样 如果你本来资料是有保护的情况下 可以解锁 加锁 而且呢 程式并不复杂 就一行 那记得写在哪里呢 写在你要写入的前面跟后面 所以特别注意哦 上面这里是不是也要加 当然要加 如果你没加上面也会卡住 所以 如果两个动作 你就是加在哪里呢 我的习惯上是 把这一行直接搬到上面这里 Ctrl加按住了 这样子的话 然后下面这边也加一下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什么 当我需要的时候 就把它加锁解锁 这样就OK了 把它执行一下 所以理论上的话 那就再加一笔 这样子的话 然后呢 其他这边输入 Enter 自动就一笔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这样的方式 可以达到就是说输入自动化 然后呢 不需要建立表单 因为你有时候你处理 处理资料没有那么复杂的时候 其实就简单做就好了 但是呢 如果你要配合那个表单 当然也更好了 所以后面的话 我们有再讲到有关 就是 再把它稍微改一下 改成表单的这种做法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